特别上述 非常上述 非常上述 这个问题你要问黄世民 我没有替他回答的资格 对啊 黄世民不晓得你刚才提出来的证据 我们身体非常上述的时候 都有把这些问题 拿出去一下 那非常上述这种事情是 以我们的经验来讲 我们每次把所有的理由都拿去用 因为一次都用 被我群众脱掉之后就不能够再丢 所以我们就一次丢一些 那这样子说是有别的 因为至少 能够稍微 阻止一下 法务部执行他的那个顺序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都已经没有 没有把余救济在 走的话 法务部在执行的顺序上 就把你提到前面去了 所以我们律师这样的时候也是不耐的 好 那还有能够用去的问题 那给媒体界去宣揚这个事情 媒体界比较偏向陆境的陆证事情 是 是 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在之前 之前的20年 在媒体上所受到的那个 关注 一直是雾面的 记者其实不了解这段 几个事情 但是看到的都是 如今就很可怜 他确实很可怜还是很健 那所以在一个报道过程里面 丘尔顺他们的形象就被妖魔化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丘尔顺这个案件刺回的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案件有这样的行求过程 是一直到 我们把这个录音五代 拷贝出来 然后开始这样子 跟社会大众讲 才渐渐有人知道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书案 是书案定我们的起司 所以我想把书案的这个案件 跌下来讲 为什么说我们律师团 这个案件是郑海洋律师 也是我们律师团的成员 今天特别很热情 我们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律师团就做这个案件 在判决确定之前 有几个是法夫指定的律师 那其他都是书案定的 那其实即使你法夫指定来讲 也差不多是书案定差不多了 因为法夫给的筹金非常的低 但是在判决确定之后 我们没有人放弃求顺他们 我们继续书案定帮他们分走 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们很确信他们是书案定的 我们很确信他们是书案定的 所以我们愿意这样跑 我们今天来射大 射大也不会给我们筹金 我上个月去高层射大 我那一次最重 那种高点下去再回来 美丽世界也是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去奔走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说 像这种案件 像这种案件 如果没有公众的触摸的话 是救过来的 你刚才问的黄世民有那个问题 但我不能提他回答为什么他不提 那是他有内心的想法 但是我可以确定 如果说这个案件 社会上面认为说有问题 不能够辞行的那个声音很大 我相信黄世民提 正真的好好把它看一看 然后决定要不要提那样的事要出发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后来你们才发现 这些录音带的什么东西 以前他可能不知道 他现在知道了 他媒体界可能也是现在才知道 所以要在现在这个时候 在媒体界把这个东西发酵出来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很多人 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媒体也是要看的 看说民众的反应怎么样 那如果对于非常多的人 认同我们的想法 也许这个案件就像 有机会像苏万讲究未来 苏万当时被判决确定之后 公民团体 公民团体 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 而且不断的 逐渐的增加 不断的强大的一个联盟 叫苏万平反大队 那这个苏万平反大队 做了非常多的福利 可以分走 让政府知道说这个案件是有问题的 他们甚至曾经在那个 如洗 在接人家 我知道我知道接人家 会进走 我也有参加 那后来在那个 通话南路上 没什么帮过那个 那时代 放了我们回家这类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司法案件 像这样的一个可能是 冤案案件 如果我们因为社会共同 这种可能加持的话 因为他们关注的话 这种反应是救不回来的 就是救不回来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愿意这样子 不断的花自己的情绪奔走 那你们也许会问说 好啦 那你们是热心的啦 你们律师 这是你们律师的想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参与 关我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关我们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是每个人的价值判断 好 let's make it